前總統陳水扁的兒子 前高雄市議員陳志忠 因為死以前和衛政案被判 合並執行一年兩個月徒刑 去年五月入監服刑 他在年前申請假釋獲准 兼高院裁准 包括罐數 陳志忠可以返家吃團圓飯 陳志忠夫妻被指控協助母親吳淑貞 洗錢二點五億元 另外還涉犯衛政罪遭到判刑 他入監九個月後獲得假釋出獄 高院表示交證署核准假釋 檢方向高院申請假釋中付保護管束 和議庭裁准 而假釋期間需要定期到地檢署來報道